我从来没有小时候,从来没有小时候,都走到国家了,都不得了。 我从来没有死去旺母,就在家里面见了她。 家住拉萨市当雄县的死去旺母,是旧西藏农奴主家的堆穹,堆穹是农奴的一种。 1939年出生的他 见证了西藏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索朗罗布的家里 已经有超过五十头牦牛 女儿也去到了距离西藏上千公里的天津 完成大学学业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